我叫孙泽宇,是中医按摩科的医生,早上我坐地铁去医院的路上,一个身材曼妙的女人突然跪在了地上,跟着爬了三节车厢才站起来,我拍了个视频,发到抖音上,没想到一道医院手机不停地震动了起来,一看竟然上了热门,就在我看着无数的评论时有患者敲门进来了。 我抬头一看,眼前的女患者眼前一亮,标志瓜子脸上的五官精致如画,皮肤白皙,或许是因为婚后赋予了一丝成熟韵味,美帝更加诱人,用油物两个字来形容绝不为过,她虽然穿着普通的运动裤和短袖,可是也遮掩不住她那玲珑有质的身材,我觉得不仅是我, 只要是个男人,就会幻想着能和这样的绝品美妇人发生点什么,扫了就诊卡后,我知道了她叫李佳佳,你怎么了? 医生,我昨晚昨晚瑜伽,感觉腰特别不舒服,你趴在那儿我看看。 我让她趴在了诊疗床上,跟着上前用手在她的细腰上按了一下,对对,医生就是这儿疼,应该是扭了一下,没什么大问题,按摩几次就好了。 嗯,我轻轻把她的短袖掀起来一点,拿一次性毛巾放到了后背上,正打算按摩的时候,感觉有个边有点个手,还以为是裤子的腰有些个手,裤子那个边有点碍事,我给调整一下。 说着,我就轻轻往下拉了一下,哎呀,没想到她叫了一声,我赶紧把毛巾拿开,急切地问道,怎么了? 医生,那不是裤子。 她说完,我定眼一看,腰的两边各有一道黑色的小袋,下面还隐隐露出了黑色丝袜,我一下愣住了。 没想到,眼前这女患者裤子里,竟然还穿着丝袜,该不会是有什么特殊癖好吧。 强忍着内心的想法,给她做完了一个疗程的治疗,医生,谢谢了,我加上你微信,下次来之前跟你预约一下。 嗯,看着她离去的背影,我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不由的感慨,还真是个妖精, 跟着我就翻看起了她的朋友圈,一翻开,我就瞪大了眼睛。 第一个视频,就是她穿着运动装,坐在行李箱上,随着音乐的节奏,画风一变,换成了白衬衣黑丝袜, 然后两个膝盖碰撞大腿和小腿的肌肉震战了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 这和她刚才的样子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说不定,她拍视频的丝袜,就是现在穿的那条,让我不由的咽了咽吐吗? 咦,我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拿起手机,又仔细看了三遍, 这,李佳佳的视频,脚踝处有个蓝色的玫瑰花纹身, 而这个纹身,我在地铁那个爬行女的脚踝处也看过, 现在想一想,她们两个人身材还有头发的颜色,也有几分相似, 难道说地铁爬行女就是李佳佳? 不过转念一想,这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索性把手机放到桌子上,写起了病例, 只是我没想到晚上我们又见面了, 晚上下班,我一开门,就看到女儿正坐在地上玩, 见我回来,女儿乖巧地说, 爸爸,家家阿姨给我买了新玩具。 嗯,我摸了摸女儿的头,就听到媳妇说话的声音, 老公,有客人来了,给找两瓶红酒。 我顺着声音看过去,一个女人正坐在餐厅里面, 这一下我愣住了,她看到我也愣住了,是你呀。 孙医生,这倒是让我媳妇刘雅静有些意外,怎么? 你们认识啊? 雅静,我今天去找孙医生看过病。 李佳佳答道,刘雅静笑着说, 没想到你们俩还挺有缘分。 原来这李佳佳是刘雅静的大学同学和闺蜜, 最近她从外地回市里。 就跟我们住一个小区, 我专门开了酒柜上的两瓶红酒, 这李佳佳别看得冷冰冰一副生人物尽的样子, 其实人很幽默, 我们边喝边聊,气氛很快就热闹了起来。 红酒喝完,两个女人又喝起了啤酒, 我偷偷看了一眼李佳佳, 此刻她那俏脸挂上了一抹红润, 是愈发诱人, 就在这时, 刘雅静突然说, 非让我在家给她再按摩按摩, 巩固一下疗效, 没办法, 我就让她趴在床上给她按了起来。 按摩前, 我特意看了一眼她脚踝的位置, 确实有个一模一样的纹身, 不知道是那些怀疑她就是那个爬行的女人。 还是因为关系熟悉了, 这次再给她按摩, 没有了那种对患者的感觉, 就连手上传来的感觉都不一样了。 一放到她那后背上, 我就感觉很细滑, 就好像是杨之玉一样, 为了避免尴尬。 她尽量保持着克制, 继续和刘雅静聊着, 让我没想到两人越聊越嗨, 最后聊的内容让我听着都愣了一下, 佳佳, 你和你家那位怎么样啊? 挺好的啊, 怎么了? 媳妇轻轻拍了拍李佳佳的腿, 在她耳边道, 谁问你这个啊? 我是问你老公经常不在家, 那方面你就不想啊。 李佳佳闻言, 害羞地看了我一眼。 媳妇自然也发现了她害羞, 笑着说, 佳佳都是成年人了, 这是还有啥不好意思的。 听我媳妇这么说, 李佳佳可能觉得有道理, 索性回答了起来, 想又能怎么样啊, 还不是得乖乖在家等着她回来。 媳妇笑着调侃她了起来, 你要实在寂寞的话, 不行可以让我老公帮帮你。 李佳佳看了我一眼, 脸蛋愈发红润, 让人的心里无限幻想, 这样的极品, 是个男人就想帮忙, 哎呀, 秀俊你就瞎说吧你。 我说, 你帮你把腰置好, 你看你那脑袋想什么呢? 刘雅静突然开了个玩笑, 把我们三个人都逗笑了, 本以为这就是个生活的小插曲, 可晚上躺在床上, 我辗转反侧, 脑袋里面都是李佳佳的, 影子怎么也睡不着, 到了一点, 我实在忍不住翻开手机, 点开抖音, 找到了自己发上热门那个视频, 琢磨了好一会儿, 我鬼使神拆的就把图片还有视频 给李佳佳发了过去, 信息一发出去, 我就后悔了, 要是他拿着视频告诉刘雅静, 可就麻烦了, 我赶紧把信息撤了回来, 也就是在这时, 李佳佳给我发来了消息, 宇哥, 明天下午你有空吗? 来家里找我一下吧。 我的心里无比忐忑, 不知道李佳佳看到那个我撤回的心里没有, 好, 我只能答了一句, 第二天白天上班的时候我都有些心不在焉, 一直琢磨着去找李佳佳的事, 下午我提前走了一会儿, 就去找李佳佳了, 到了晚上我回家以后找了个借口, 就到了李佳佳的家门口, 在准备敲门的时候, 我的心里还非常忐忑, 脑袋里面不断地想着进去以后会发生什么, 犹豫了片刻, 我还是敲了敲门, 很快门开了, 李佳佳穿着一身诱人的黑色睡衣, 宇哥, 你来了啊, 快进来吧。 我进去以后, 坐在沙发上, 李佳佳给我倒了一杯水, 跟着坐在了我的旁边, 对了, 佳佳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宇哥, 我的腰疼得厉害, 想让你给我开个小灶, 在医院的话比较忙, 跟雅静说吧, 又怕他吃醋, 只能悄悄联系你了。 李佳佳柔声答道, 这是啊, 行, 你趴在床上, 我今天给你好好按下, 对了, 这种睡裤有点滑, 你换个别的裤子吧。 嗯, 等他喊我进卧室的时候, 他已经换了一个黑色瑜伽裤, 趴在床上, 我轻轻给他按摩了起来。 可能是刘雅静不在, 他更自然一些。 突然李佳佳说话了, 宇哥, 你已经知道了。 他突然的问题让我愣了一下, 看来自己还是撤回完了, 他已经看到了, 但他这么一问, 直接就坐实了他就是地铁爬行女, 这一下让我那压制的欲望瞬间失控了。 佳佳, 我没什么意思, 是你为什么要去做那种事。 我, 李佳佳一时语色, 跟着咬紧嘴唇道, 宇哥, 你说吧, 想要什么才能帮我保守秘密。 他说不出口, 说不定背后还真是网友评论的那样, 就是完成主人交代的任务。 说实话, 我是真没想到像李佳佳这样的极品美人, 竟然还有这种特殊的癖好, 他离我特别近白皙的皮肤, 再加上鼻腔里不断侵入的女人香气让我的脑袋是一片空白, 我, 我要你。 这句话说出去以后, 我都愣了一下, 不知道自己怎么鬼使神差的这么说了一句, 他听吧, 脸色也变得有些难看, 这, 这是已至此, 我只能硬着头皮说, 佳佳, 别人可以我为什么不行, 你要是这样可就别怪我没办法保守秘密了啊。 这话果然揍了笑, 李佳佳轻轻恩了一声, 这简直就是男人最软的软肋, 我自然也不例外, 这从未体会过的刺激让我无比兴奋, 完事后, 李佳佳趴在床上上一脸嘲红, 余哥, 这回你你可以替我保守秘密了吧, 说实话, 看着眼前他那秀色可参的样子, 让我的内心发生了变化, 自己掌握了这个秘密, 那说什么不就是我说了算了, 一次可不行。 听着我的话, 李佳佳脸色一变, 一咬牙, 说, 余哥, 我陪你两个月总行了吧。 好, 就这么说定了, 我完全迷上了他。 没过两天, 他主动约我去他家里, 看来这里家家还真是内心闷骚的女人, 竟然还主动约我去找他, 我自然按时赴约了, 没想到, 这次他为了我还专门穿了一身女仆装, 让我体验了一次当主人的快乐, 这不由得让我脑海里想到了他背后的主人, 不过不管我怎么问, 他都不告诉我, 索性我也就不再问了, 可是没想到, 就是这次以后, 他就好像突然失踪一样, 我给他发微信他不回, 打电话也不接, 就连家里也没人, 该不会是他被我逼得轻生了吧, 到时候要真是那样。 警察调查出来, 找我就麻烦了, 我心里也很着急, 可突然刷到的一个视频, 更让李佳佳的突然失踪, 蒙上了神秘面纱。 这天我正在刷抖音的, 突然刷出了一个新闻, 之前热门视频里, 地铁爬行的女主找到了, BTD新闻采访地铁爬行女主, 经过确认, 爬行是临海大学艺术学院布置的作业, 意在让学生用自己去丈量事物, 只是该名学生理解过度, 才会让大家产生误会, 目前该名学生委托我新闻, 就他造成的误会给大家致歉。 咦? 我直接愣住了, 地铁爬行女不是李佳佳吗? 怎么另有其人? 这新闻是官媒不可能假的, 可要是地铁爬行女的女主不是李佳佳的话。 自己给她的照片和视频, 她怎么会自己认下来? 而且还把自己也搭了进去, 人不会干无缘无故的事, 如果地铁女主不是她, 那她认下来和自己上床就一定另有原因, 我的脑海里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会不会这一切都是李佳佳背后那主人给她安排的任务? 而我们两个人发生的事都已经被录了视频, 发到网上卖钱, 再或者是李佳佳自己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 这让我额头都冒出了冷汗, 不行, 我不能坐以待毙, 得想办法查清楚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首先要找到她到底在哪儿, 我手一下想到的就是刘雅静的另一位闺蜜杜文月, 杜文月和李佳佳一样, 都是她的大学同学, 她说不定知道李佳佳的消息, 我找到她的微信号以后, 打去了语音, 为杜文月。 怎么了? 我想问下, 你知不知道李佳佳啊? 她也是你们大学同学。 杜文月顿了一下, 印象里面好像没有这么个人。 我把照片发给你, 你看看。 我把李佳佳的照片给她发了过去, 可是得到的答案还是一样, 她并不认识。 不过她说, 可以给我问问其他的同学, 这让我有些意外, 按理说, 刘雅静的闺蜜, 就算是相互之前不熟悉, 也应该有印象才对, 过了十来分钟, 杜文月给我回过了电话, 所有人对这个李佳佳都没有印象, 还问我是不是记错了, 这说明了一点, 那就是李佳佳根本不是他们的同学, 可是刘雅静明明告诉我说李佳佳是她的大学同学, 难道她骗了我, 想到这里, 我给刘雅静打去了电话, 怎么了, 老公, 媳妇, 我记得你说过李佳佳跟你一个学校是吧? 嗯, 怎么了? 刘雅静反问道, 我接着说, 没事, 我们医院有个患者问卷, 他之前没有填学历, 我问下, 这话当然是我胡编的, 现在我已经确定了, 这件事骗我的就是刘雅静, 李佳佳跟他根本就不是同学, 可是这是, 他为什么要骗我呢? 难道这也跟李佳佳的失踪有关, 我抓着头发想了半天, 怎么也没办法把这些事联系到一起, 看来想要找到答案, 得从刘雅静入手了, 这晚回家以后, 我趁着他洗澡的功夫, 拿起了他的手机, 点开微信快速翻看了起来, 很快我就在里面找到了他和李佳佳的聊天记录, 刘雅静, 你什么意思? 我给了你钱, 办完事, 赶紧把视频发过来。 玩什么失踪? 李佳佳, 本来是这么回事, 不过我临时改变主意了, 给我加三十万块钱, 要不然我就去告诉宇哥, 看看到时候净身出户的人到底是谁, 刘雅静, 你威胁我, 李佳佳, 没错, 就是威胁你, 怎么了? 刘雅静, 好, 算你狠, 我手头现在没这么多钱, 得等一等, 看到这里, 我感觉后背都冒出了冷汗, 没想到这事情的背后, 竟然是妻子刘雅静搞的鬼, 他让李佳佳接近我, 就是为了拿到我们出轨的视频, 然后让我净身出户, 我根本就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可是证据就摆在我的眼前, 可刘雅静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对他那么好, 他为什么要还要害我? 我的目光再次放在了微信上面, 跟着再次翻看了起来, 很快我就看到了一个单独的分组, 让我没想到, 这个人不是别人, 竟然是我的死对头赵小枫, 赵小枫这家伙, 之前在晋升的时候就给我使过绊子, 没想到, 现在竟然还给我整了这么一出, 简直无耻到了极点, 他们两个人并没有聊天记录, 应该是删掉了, 可就算是没有记录, 我也知道他们两个人有问题, 要是没有问题的话, 刘雅静不可能给他单独设置一个分组, 没有多想, 我从网上买了两个针孔摄像机, 回来以后, 一个安装在了我家, 另外一个就安装在了赵小枫的办公室, 没想到刚一安装上, 就有了收获, 赵小枫这家伙, 不仅明目张胆地在办公室, 收收医药代表的红包, 而且还谈论卖药以后反点的事情, 在医院里, 这是无法避免却有最忌讳的事情, 拿到这个证据, 随时就可以收拾赵小枫, 不过我还没有确定他和刘雅静的关系, 所以还得再等等, 只是没想到这个证据来得这么快。 第二天下午四点多, 视频里赵小枫的办公室门被打开, 一个穿着职业OL装的女人进了她的房间,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她是李佳佳, 咦, 这倒是让我有些奇怪, 难道李佳佳认识赵小枫, 只见视频里的李佳佳一屁股坐在了赵小枫的腿上, 风哥, 你和那个刘雅静的事到底弄清楚没有啊, 人家可是为了帮你连身子都奉献了, 你可别骗我了, 赵小枫上前亲了李佳佳一口, 你就放心吧, 宝贝, 我让你要三十万不就是为了咱们以后的生活, 等到她离了婚, 我想办法把她的钱都骗过来。 看到这儿, 我不由地攥紧了拳头, 没想到赵小枫跟刘雅静还真有一腿。 我对她那么好, 没想到这个贱人竟然出轨了我的死敌, 不过刚才的内容让我的内心稍微舒服了一些, 感情赵小枫勾搭刘雅静单纯的就是为了整我, 而刘雅静这个傻子恐怕还以为自己遇到真爱了呢, 而赵小枫真正的情人是李佳佳, 接下来两人的对话, 算是解开了我心里所有的疑问, 嗯, 你可别骗我, 要不然我就去找院领导闹事了。 放心吧, 宝贝, 对了, 咱们那是办得怎么样了? 李佳佳问道, 赵小枫搂住李佳佳笑着说, 放心好了, 手续已经走完, 马上就能进药房了, 到时候你就等着拿提成吧。 跟着两人就在他的椅子上激情了一番, 原来李佳佳是个医药代表, 怪不得两个人会勾搭在一起呢, 他来勾引自己应该也是赵小枫受益的, 现在刘雅静还没有拿到视频, 那就还有挽回的余地, 我看着视频, 等到李佳佳完事出来以后, 我开门把他拉进了办公室, 李佳佳也吓坏了, 宇哥, 宇哥, 你干嘛啊, 这是…… 干什么? 我应该问问你想干什么吧? 我玩味地看着他, 刚才在赵小枫的屋里吃饱了, 李佳佳本来还装着淡定, 一听我这么说, 脸色明显变了。 宇哥, 没等他说完, 我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好了, 别再演戏了, 非得拿出视频, 让你看看你, 才肯说实话了。 不用宇哥, 我不是那个意思。 他瞬间变了脸, 妩媚地凑了过来, 这种女人只要沾上就麻烦, 我推了推她, 别整这没用的了, 你和我的视频赵小枫看过没有? 李佳佳犹豫了片刻, 说, 我谁也没给谁看过, 谁知道给了他, 会不会把视频给了刘雅静。 我本来还琢磨, 用什么来威胁李佳佳帮我, 可是听到他这么说, 我就知道他跟赵小枫也是逢场作戏, 真正能打动他的只有利益, 这就好办了, 李佳佳, 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忙。 我的帮忙。 他狐疑地看着我, 你手里的视频不要发给他们, 到时候我会给你一个视频, 需要你发的时候你就发给他。 至于你帮我的理由有两点, 一呢, 这赵小枫肯定完蛋, 到时候你的要能不能进医院, 就看我那视频曝光多少了。 二呢, 你的视频里面是你和我, 你知道刘雅静会怎么对我用? 到时候这视频会不会对你造成影响? 我答道。 我这倒是给他分析到位了, 他这么聪明的女人自然会权衡利弊, 行, 宇哥, 我答应你。 李佳佳这里搞定, 接下来就是在等最后一股东风了, 没想到在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 这天我下班回家以后, 竟然看到刘雅静给我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 就在我心想他葫芦你卖着什么药的时候, 他对我说, 老公, 咱们家还有没有三十万啊? 怎么了? 我妈生病了, 得做个手术还差三十万。 刘雅静答道, 要什么也不知道, 我还真以为她是个孝顺的女儿呢。 可是现在看来, 她为了买我出轨的证据, 连自己老爸都诅咒起来了, 不过这也在我的计划之中, 有, 你自己拿我那张银行卡去取吧。 好的, 老公, 这件事过了没几天, 视频就拍下来, 刘雅静和赵小枫两个人在我家苟且的视频, 而且两个还想着怎么搞我, 畅想着未来, 把这个视频保存好以后, 我知道下面就该我开始反击了, 这天还没下班, 刘雅静给我打来了电话, 老公, 咱们两家人很久都没有在一起聚一聚了, 今晚我给双方父母都打了电话, 还有家里的亲戚一起吃个饭, 你下班直接到饭店吧。 好的, 老婆, 刘雅静平时很少跟我爸妈来往, 这突然现殷勤, 很可能就有猫腻, 果然她刚挂断李佳佳给我打来了电话, 宇哥, 刚才刘雅静给我把钱转过来了, 我该怎么办? 我把视频给你, 你别着急给她发, 等我给你手机响一声后, 你再发。 好的, 晚上, 我到了饭店里面, 果然双方父母, 还有家里一些亲戚都在场, 而刘雅静正焦急地看着手机, 我悄悄给李佳佳响了一声, 跟着看到刘雅静的脸色一松, 我知道好戏要开始了。 就在大家想着点什么菜的时候, 刘雅静突然起身, 怒斥道, 孙泽宇, 你个混蛋, 这些年, 我为了这个家全心全意地付出, 你都干了些什么, 现在倒好, 还跟别人上床了, 我简直是瞎了眼。 他这话一说出来, 家里人都安静了下来, 岳母不解地说, 雅静, 你说什么呢? 妈, 孙泽宇出轨了, 还跟别人上床, 你看。 他立刻拿出手机, 摆在了众人面前, 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都定在了手机上, 随着那龌龊的声音响起, 众人目光又纷纷落在了刘雅静的身上, 特别是岳母, 瞪大了眼睛, 一脸的难以置信, 可能是刘雅静太激动了。 根本就没有看出现场的风向, 还伸手指着我, 妈, 你现在看到了吧? 啪, 刘雅静的话还没有说完, 岳母一记耳光, 结结实实地落在了她的脸上, 妈, 你打我干什么? 啪, 又是一记耳光,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不要脸的贱货, 我真是没脸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刘雅静看着激动的母亲愣了一下, 跟着把手机翻过来才发现, 里面的内容根本就不是我出轨的, 而是她和赵小枫两个人激情的视频, 脸色瞬间变了。 我看着她现在的反应, 心里也暗笑了起来, 不过脸上还装作惊讶的样子, 我出轨了, 这就是我出轨的证据, 我是真没有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贱人, 出轨就出轨, 还当着众人的面放出来什么意思? 你是想羞辱我还是羞辱我的家人? 这话一说出来, 岳母直接就晕倒在了地上, 刘雅静顾不上老妈跪在了上央求了起来, 老公, 不是, 这是个误会, 我可以, 误会, 要是上床都是误会, 那是不是我把人杀了也是误会了, 不好再说废话了, 离婚。 在刘雅静的苦苦哀求里, 我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第二天, 我就到法院起诉离了婚, 她不仅谨慎出乎, 老妈还真心脏病犯了, 单单是手术就得五十多万, 正如我预料的, 很快视频里刘雅静出现在了赵小枫的办公室里, 小枫, 我现在没有办法, 只能找你帮忙了。 赵小枫这次态度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找我? 我帮得着你吗? 小枫,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本来就是想用你来整孙泽语, 看看他狼狈的样子, 可是现在不可能了, 你也没有半点利用价值了, 懂了吗? 刘雅静直接傻在了原地, 而在电脑前的我简直快要笑翻了,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爽了, 他受了两次打击, 恐怕心态早就崩溃了, 而我呢, 也就在这时候推门就进去了, 看到我进去, 赵小枫讥讽地看着我, 你让我戴了一顶绿帽子, 怎么看着还这么兴奋, 是不是你就喜欢当绿网吧呀? 还有, 别想拿那个视频拿捏我, 根本就没用, 我就算是承认了, 也就是受个处分, 我看着他, 倒是吗? 就在这时, 办公室的门再次被推开, 愿办的几个人走了进来, 赵小枫, 有人举报你和医药代表勾结, 现在对你进行调查, 赵小枫直接傻眼了, 看着我大声道, 你踏马的算计我是吧?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下午处理结果公布了, 赵小枫被开除, 因为金额巨大, 被移交给了警察进一步调查, 估计后面几年都会在监狱里面度过了, 扫平了一切, 我坐在自己的办公室, 常常舒了一口气, 正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 我抬头一看, 是穿着一身职业偶尔装的李佳佳, 你来干什么? 宇哥, 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 这么快你就把我给忘了。 李佳佳笑着晃了晃自己的手机, 我一下就明白他的意思了, 我们两个人的事就在他的手机里, 你想要多少钱? 李佳佳来找自己, 为的肯定是李毅, 只是没想到, 这次我猜错了, 宇哥, 这次你可说错了, 我已经赚够了, 也玩够了, 我想有个家, 我要让你娶我。 他这话吓了我一跳, 这种女人的眼里只有利益, 跟他在一起, 随时都可能成为利益的牺牲品。 宇哥, 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娶我, 要么就是身败名裂, 失去现在的一切。 我苦笑地看着他, 正如他说的那样, 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新婚之夜, 看着床上打扮无比漂亮的李佳佳, 我没有半点的兴致, 只有后悔, 人真的要擦亮眼睛, 看清楚自己枕边的人到底是人是鬼。 当然更重要的就是, 面对诱惑时一定要守住底线, 那无尽的温柔背后, 可能就是一个让你往里跳的深坑, 别到了我这一步, 想后悔也来不及了。